我们对父母亲很自由 父母很爱我们 让我们在父母的底下 没有那种很拘谨 很怕讲错话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表示我们的父母亲很开明 但是开明不代表 我们对他不需要尊敬 敬畏 自由不是全部 自由也不是唯一的真理 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复兴 从根本性的 我们对神的态度来复兴 翻转我们看待上帝的方式 虽然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但是我们从根源性的 对上帝重新恢复一个 敬畏祂的态度 所以每一次 当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不要随便 我们讲到敬拜就是 对这位圣洁又伟大的神 献上我们敬畏的态度 还记得我们列出了 圣经非常多的经文 讲到敬畏神 这件事情 神非常在乎我们 有没有在敬畏祂 祂非常的在意 祂的百姓 对祂的敬拜的态度 是不是带着尊敬 跟畏惧这件事情 尊敬跟畏惧神 其实是我们蒙福的秘诀 如果我们敬畏神 圣经说 谨守遵行祂的诫命 我们连子孙都要得福 大小都要被赐福 对不对 而且还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 所以我觉得现今的教会 应该首要先恢复 敬畏上帝的态度 我们被西方的信仰 影响蛮深的 蛮多这些年 从西方的这些牧者 来到台湾祝福我们 那我们知道西方整个 不是教会的文化 是西方的文化 是讲求自由的 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是非常自由的 所以他们聚会 就越来越自由 自由不是不好 其实在基督里面 我们应该要得着自由 但是自由的底下 仍然没有忘记 对上帝有一颗敬畏的心 那我觉得那叫做真正的自由 阿妹嘛 对不对 我们对父母亲很自由 父母很爱我们 让我们在父母的底下 没有那种很 好像很拘谨 然后很怕讲错话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表示我们的父母亲很开明 但是开明不代表 我们对他不需要尊敬 敬畏 是不是这样子 不需要好像有对父母亲的态度 像圣经教导我们的 孝敬父母的这种态度 自由不是全部 自由也不是唯一的真理 可是我们往往 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 我们就忘记了 真正神向我们要的 你看他第二处 在生命纪十章十二节 他说神向你要什么呢 他这样子要的很简单 就是敬畏祂 遵行祂的道 好不好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复兴 就是从根本性的 我们对神的态度来复兴 翻转我们看待上帝的方式 虽然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但是我们从根源性的 对上帝重新 恢复一个敬畏祂的态度 阿们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不要随便 跟旁边说 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随便 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随便 敬拜完完全全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 如果敬拜是非常随心所欲跟自由的 我告诉你 神不会亲自的颁布 这个会目的建造的这些 所有的细节条款给摩西 如果敬拜只是自由 随心所欲 神绝对不会颁布 会目的建造细节给摩西 一尺一横 什么材质 什么高度 全部讲得很准确 他就说 敬拜我的方式 就是照着我对你们所吩咐的来敬拜我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不能马虎的 不能轻率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重新的恢复一件事 第一个就是恢复对上帝的敬拜 对吗 恢复聚会 我们恢复实体聚会 我们应该第一个恢复的就是恢复祷告会 让更多的人来参加祷告会 每一个小组长帮助我这件事情 恢复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 恢复弟兄姐妹爱上帝的心 不是只是实体或线上这么简单的事 是重新的恢复上 我们在上帝面前那颗敬畏神的态度 阿们 所以我给大家看两段经文 第一处经文在撒谋记上十六章 撒谋记上十六章 十七十八节跟二十三节 这三节的经文 扫罗对陈仆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 带到我这里来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伯利恒人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于弹琴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合一 容貌俊美 叶华也与他同在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 扫罗遍舒畅爽快 恶魔离了他 我们教会到了一个 可能先信主或者是到一个规模 我们就发现 在上个礼拜我有提到一些例子 我们就发现有些弟兄姐妹 把敬拜的这个时间 当作唱诗歌的时间 当作等人来的时间 当作聚会的仪式 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没有看中 这个敬拜的这个时间 但是我今天大家看两处经文的 第一处就是撒姆尔敬 你知道敬拜在当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大能的举动 那举动是音乐一下 邪灵就会离开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不管你在你的生活当中 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沾染 什么样的这些污秽 什么样的邪灵这样子的 这种攻击 每一次当你来到神面前 每一次音乐弹下去 每一次当我们一起唱诗歌的时候 神的同在降临 我们会经历仇敌会离开的这个恩膏 这是一个非常大能的一个时刻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应该会想 我以后再也不会错过敬拜的这个时间 因为音乐一下 唱诗歌的一唱 当然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提升 我们的这些敬拜团 对敬拜的态度 但你知道 如果假如敬拜团 真懂得敬拜 他会知道 当音乐一下去 当他第一句唱诗歌的时候 他来释放一种 医治的这个恩膏 临到我们的聚会的当中 所以为什么刚刚学牧师会说 有人在唱诗歌就得医治了 有人在敬拜当中就得释放了 有人在聚会完 他就感觉什么 舒畅爽快 因为邪灵已经离开他了 可能没有人为你按手 可能没有任何什么国外的讲员来做医治释放 但神的同在大能到一个地步 当你一唱诗歌 仇敌就逃跑了 因为人的心开始敬畏神 神的同在 那个能力 胜过那个死亡的权势 胜过阴间的权势 神的同在在这里 所有那些不属神的意念 不属神的邪灵 都会离开我们 今天讲完道 今天这个祷告会结束 我盼望每一个人 回到你的小组去传递这个信息 一点再也不要错过 敬拜的这个时间 尤其在小组当中 也是 不要轻忽这个敬拜的时间 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小组 这个敬拜就 临临时时的 然后随随便便找了一个YouTube 放了大家就一起唱 唱得也淋淋辣辣 因为预备的人也没练习 来的路上才随便选歌 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惜 你好像有一个机会 能够把那个生命的那个仇敌 这样一拳打跑的机会 居然你拱手让给它 这样的感觉 有一个神同在大能的机会 让所有的小组员 对上帝这个圣洁的神 发出这个敬畏跟尊荣的 这个态度的时间 你就要拱手让给仇敌 随随便便就好像 skip跳过了这个时段 弟兄姐妹 敬拜不是一个仪式的时段 敬拜是上帝大能同在彰显的时段 每当音乐一下去 每当诗歌一唱 告诉你仇敌是会离开的 你的生命会经历到轻松释放 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哈零亚 大家说哈零亚 敬拜在旧约圣经里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 记得我前几周 祷告会分享的时候 当那个店 所罗门的店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他那么一敬拜 吹号的 唱歌的 声和唯一 记不记得那段经文 连圣殿都 根基都在震动 神的同在 烟云充满在这个店里面 连祭司都不能站立 当你回想过去 这个周末 我们一起在敬拜的时候 要不是时间的关系 礼拜六晚上 因为我们是补班补课很晚 所以我有时间的压力 怕大家回去太晚 不然其实 我在那边唱诗歌 我一点都不想停下来 是因为 那个神的同在 浓厚到 觉得 再多两分钟都宝贵 再多一点 因为那是神的同在 那是仇敌都会 逃跑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你在家里面 放一个诗歌 是非常大能的动作 你在车上放诗歌 是一个非常有属灵意义的动作 因为 大卫诗歌一下去 琴一弹出来 就好像有开冷气 跟没开冷气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阿妹吗 你上车 那冷气一开 是很明显的 我告诉你 神的同在 是明显到你可以有感觉的 当你放诗歌在你的家里面 当你在那边 欢迎神的同在 就是跟大卫弹琴一样的 很高 你说我唱歌没有大卫好 不用你唱 YouTube唱 对不对 YouTube唱 那你就跟着一起敬拜 那个神的同在 你会发现 天在你的家打开了 邪灵离开了 那种家里面的那种 紧张的那种 氛围 消散 每当你在敬拜 仇敌就离了他 阿妹 拍手吧 然后可以给主 阿妹 你看 每一次 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年代 都在寻找 像这个耶稀的儿子 又善于弹琴 又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又合宜 容貌又俊美 每一个时代 都在寻找 这样子的敬拜者 承载神的同在 所以你知道 当我们 我们预备好 成为一个敬拜的器皿 那个 那个是 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年代 人轻忽敬拜神 匆匆忙忙来教会 来了之后 心都不定 找了一个远远的位置 又怕吵 又怕累 然后呢 又不可目 然后呢 你就错过了这个 神可以大能工作 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刻 难怪有很多弟兄姐妹 来教会 来玩 回去 没有改变 我觉得跟我们敬拜的态度 非常有关 今天晚上 求神恢复我们父亲 然后每一个弟兄姐妹的 那个对神 敬畏的态度 你要相信 你每一次来 仇敌会离开 心会得到释放 污鬼会出去 你会重新的 变得很清神的 来来来 面对你生命当中的挑战 这是第一处经文 《撒摩记》上十六章 第二处经文 在《猎王记》下的第三章 一样 他说 现在你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 弹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 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 他便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 满处挖沟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 这谷必满了水 使你们和深处有水喝 在耶和华眼前 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磨压人 交在你们手上 第二段经文 又讲到 一样 又有一个敬拜的事情 这是什么呢 这是约沙法王 就把以利沙叫来 跟他说 以利沙 现在有三国的军队 要来攻击我 你帮我去求问神 看上帝要不要我们做什么 然后呢 约沙法 你们看我 约沙法王叫以利沙 说你帮我去求问神 然后你看经文 以利沙说什么 那你去帮我找一个谈情的来 是不是这样子 就表示说 当我们生命面对到难题 就算是王来找你 你仍然要回到一个更大的王面前 不只是寻求他 不只是寻求他 今天我要给你更清楚的一个记号 不只是寻求他 是在敬拜中寻求他 他说找一个谈情的来 谈情的时候 神的灵 而且原文说 神的手就降下 就告诉他该做的事情 对他说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 生命当中需要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很需要神的灵 充满你 带领你的手 你有没有压力很大 大到一个地步 你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有个方向也好的时候 还是你已经骄傲到 其实你的人生 都你自己可以决定 那我真的也没办法 再多说什么 但如果你曾经 知道你自己需要神 告诉你有一个地方 那是至高者的隐秘处 那是他翅膀的印象 那是可以找到他的地方 就是在敬拜灵 当诗歌一唱 当你把你的心降服下来 神的手就按手在你身上 你知道我 我跟你们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都会讲到在我大学的那段时间 寻求神的过程 我眼睛闭起来敬拜的时候 上个礼拜我应该有讲 敬拜不能够冥想或空想 记不记得我有讲这个 所以我敬拜里面会有个画面 那画面就是 要么就是我 靠在主的脚旁 要么那个画面就是主 走向我 靠近我 就这两个 大概我每次敬拜 我都在想象这个画面 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父 我知道他 他不会丢弃我 我知道只要我亲近他 他就亲近我 所以我每次要敬拜的时候 我就想象这个画面 要么我靠在他的脚旁边 要么我 要么他走向我这个画面 所以每次当我在脑海里面 思想他的时候 我不管唱什么诗歌 我都可以感觉得到 神的灵就降临在那个房间里 就降临在那里 一直到今天 除了我自己在安静祷告以外 一直到今天 我带领任何聚会 我眼睛一闭 我仍然知道 我在主的脚旁 我虽然站在你们大家的前面 虽然好像 好像大家期待我是一个牧者 好像要释放神的话语 但我跟你讲 我眼睛一闭 我的画面就是 神走向我 我是我在主的脚旁 我都可以 仿佛可以想起来 那个我大学的 那个宿舍的那个房间 仿佛可以闻到那个 我在这个学长的 那个钢琴的那个 东海上面那个 的那个 稻田的那个味道 我仿佛可以闻到那个 我就算站在讲台上 我眼睛一闭 我仍然是那个 最需要来寻求神的 难怪 每一次当我在带聚会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就会说牧师 我感觉我被释放了 到聚会完就会听到 牧师我得医治了 牧师 你一唱诗歌 我就感觉到神的童子 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 敬拜的音乐一响 在这里有一群人 是一个 牧师 谦卑寻求神的 神的灵 祂的手就降下来 祂就向我们说话 祂就靠近我们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有一间教会 那间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懂得 谦卑把自己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说神啊 有不同的军队来攻击我 约沙法王来问我 又大又难的问题 神啊 我没有别处可以躲藏 我只有来到祢的 祢的隐秘处 当我在敬拜里 当敬拜的音乐一下去 好不好让我 让我 都尝到祢的语意一下 好不好 祢对我说话 哪怕是一句而已 我的心就满足了 今天晚上我盼望 没有一个 父亲长 弟兄姐妹 在这里的 不被 不被神的同在所抓住 没有一个弟兄姐妹 以后会说 我要错过那个敬拜的时间 晚一点来 反而是早早的来 我要等那个第一个音乐 下去的那个声音 因为一个音符 我都不想错过 每一个旋律 每一个宣告 每一个敬拜的诗歌 神啊 都是我再一次得释放的机会 都是我被祢的手 触摸的时候 都是祢的灵降临在我的家 降临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刻 我不想错过 我不想错过 那是我生命最需要 躲藏道的隐秘处 是主翅膀的印象 是我的家人 找不到我 也不懂得要知道的地方 那是我寻求神的面 定义寻求祂的所在 神啊 一个音我都不要错过 当情深下去的时候 神的灵就降临在我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敬拜永远不是一个仪式 永远不是 如果它成为一个仪式 我宁愿我们的 我宁愿我们没有乐手 宁愿我们的右手忘记技巧 敬拜也不是表演 也不是展现 我们有多会带敬拜的地方 敬拜 是神向我们说话 与我们同在 与祂百姓相遇的时刻 彰显祂大能 医病 感鬼 神奇妙作为的时刻 当有疾病的人 我相信在敬拜当中 可以得医治的 当这阵子睡不好 被仇敌捆绑 我相信敬拜完回去 会睡得格外的香甜 这阵子 你有很多烦心的事情 让你陷入在一个 绕不出来的黑暗里 我跟你讲 你最需要早早来 而且坐 往前坐 靠近主一点 在敬拜里面 被祂的同在吸引 触摸 这是 这是天的门 这是神的殿 这是祂的使者上去下来 带下祝福的地方 你听完我讲这些 你一定跟我有一个想法 真的非常的纳闷 为什么有人 还会想要错过任何一点 敬拜的时刻 我希望今天晚上的信息 每一个小组长 每一个敬拜的同工 我希望你们可以反复的去思量 并且传递 这是复兴堂想要建立的文化 这是复兴堂 是一个可慕神同在的教会 是一个盼望祂的天向我们开启的地方 是盼望每一场聚会都有人得医治 心得释放的地方 我已经不知道有什么言语可以强调 我只差没有把你的心抓出来 告诉你说好不好 更在意敬拜 更可慕敬拜 更把神的同在当作最优先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 你知道我有的时候PPT都很短的几行字 但是接下来这张PPT 我不知道怎么说短 但是我觉得太重要 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传福音 装备课 社区服务 甚至开会讨论 或许我们还厉害到可以影响 立委 总统 达官 贤贵 但如果 我们的敬拜不火热 不懂得怎么在敬拜中遇见神 有一天刚刚讲的这些事工 都有可能会压碎我 再讲一次 如果我们会传福音 我们会开幸福小组 我们会对同华一道相信 我们会上装备课 我们会带小组 我们小组就算在增长 牧区再多人 我们就算开会开到半夜 我们就算做光做眼影响台湾的政治界 经济界 这个教育界 就算我们 神把我们提升到重要的位置 如果我们不懂得 怎么样回到敬拜的本质 就是把自己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刚才讲 你做所有的这些事情 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比较刚强 那时候你比较 可能比较有信心 告诉你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敬拜 有一天这些东西 都会成为压垮我们的东西 来敬拜祂 来降服祂 并且 可慕 在你的小组 牧区 带下一个敬拜神的文化 不要轻看这个时刻 每次如果我可以跟这些敬拜团练团 我给他们的标准都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好的氛围跟环境 你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多么 多么枯干的一个聚会 那只剩下我们这些牧者的言语 高言大致 只剩下我们这些讲章的内容 但我告诉你 我讲千万句都没有一句神 在聚会当中 祂的铜在祂的手降临在你身上 重要 相信我 你来 绝对不是来听我讲的 来敬拜这位圣洁又伟大的上帝 服服在祂的面前 这就是为什么 所有的服侍者 你的根基应该建立在与神 亲密的敬拜当中 爱才会存到永远 否则我们只剩下明的罗响的吧 我讲的是我自己 我们这些传道人 否则我们只剩下明的罗响的吧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夹在十二十四中间 十二跟十四都在讲恩赐 都在讲服侍 但我相信保罗突然间想到 如果没有爱这些都算不得胜 如果没有爱神的爱 那些事工有一天都会压垮我们 服侍这么多年来 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 非常非常的爱主 非常火热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那个爱主的心 可能比很多传道人都积极 一个礼拜七天至少四五天在教会 但是当他碰到生命当中的 这个低潮的时候 他可以翻脸就翻脸就说 我要休息 什么服饰都放下 而且他不是休息而已 他变成一个非常冷淡的基督徒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 这个带着主的爱 劝勉每一个小组长 区长 牧者 传道人 我们的事工一定要建立在与上帝 亲密的关系里 否则什么都没有 忙了一场 只会变成明的罗祥的吧 忙了一场 只会更多的苦读跟抱怨 想来想去 什么都没有留下 起来敬拜祂 起来与祂亲近 起来敬畏神 这是祂向我们所要的 阿们 让敬拜不再只是仪式 让敬拜成为我们生命的热情 阿们吗 愿意的拍手 王荣耀龟可以说话 我们要来唱这个诗歌 我最后讲几张PP听 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敬拜 说的就是Perscunio 这怎么变这样 Perscunio就是这个 由下往上的尊敬 我说像狗狗舔主人的手这样子 也就是你要想象 那个是一个非常不对等的上跟下 那神在那里 祂不会动的 唯一要动的就是我们 我们除非把自己降得更低 才会经历在那个敬拜当中 对主的那个爱慕跟谦卑 Perscunio呢 也显示一件事情 就是敬拜的姿势 就是把自己降得更低 没有别的 降得更低 当你什么时候把自己降 可以降低的时候 那更低 有的时候可以跪 有的时候可以 甚至好像把自己伏伏在地板上 记不记得我们讲圣经里面的那些 什么高举双手 唱歌 举手 讲到伏伏 应该有这一张对不对 讲到把自己伏伏下来 所有的就是 你能够多低你就多低 你可以把自己弄得多谦卑 那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更近身 更近身的 所以你可以提醒你自己 你都问自己 这是我能够给神最谦卑的姿态了吗 姿势了吗 如果可以 我宁愿我把所有都放下来 就算旁边人看我为亲贱 我也没问题 因为我在这个 这个永生的神面前 我也没有什么面子 就是把自己伏伏 这个 15 16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约翰本人 他说 伏在低处就不怕跌落 低违的才会不致骄傲 那真正谦卑的 神会做永远做祂的引导 好 只有你越低 你才容许神在你生命当中 永远引导你 好 所以 是敬拜最终的姿势 也就是说 当你学会服服于地的时候 那时候就不可能降更低了 那你就也不会害怕自己跌倒或疲累 阿们 敬拜 最好的姿势就是把自己 越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我可以想象 梦想中 复兴堂是一群 完全没有自己 把自己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教会 这个教会 神会大大的高升我们 会高拒我们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谦卑的人 敬拜上帝的所在 什么时候我们敬拜 神的同在就降下来 什么时候我们敬拜 邪灵就离开 神的能力就掌现 阿们 来从会上站起来 我们来唱这个诗歌 来敬拜祂 宁티 当我们在此敬拜 我们在此敬拜 我们在此敬拜 xe gal N la A 我们在此敬拜 借救 伏 伏 我高举 双手 你手抵押 你融化在我们脸上 从头再一次当我们 当我们在自己们 你荣耀一头家 在你身上 就伏 伏 我高举 双手 你手抵押 你手抵押 在我们脸上 从头再一次 当我们在一起敬拜 在你身上 就伏 伏 我高举 双手 你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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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荣耀 你荣耀 在我们脸上 你手抵押 你的脑 皮肇宣闻 你蹄 mad 爱来充满我 圣天你的意 再来一 哦 圣地里就定现我 圣地里就定现我 圣天你的爱来充满我 圣天你的意 再唱一次 圣地里就定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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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祢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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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之中 救命之中 神在祢的地理 救命之中 祈祢的地理 救命之中 神给你 自由的来 敬拜祂 自由的来 自由的来 向祂唱新的歌 向祂唱出爱的旋律 把祢自己降服下来 就说主啊 我好久没有这样子 没有我自己 只有祢 没有我自己 只有祢 没有我自己 只有祢 祈求你 佣鼓 心窗 欧神的灵 欧神的灵灵就定着我 欧神的灵灵就定着我 以祢的爱来冲淡我 神天比临 更多 更多 更多地说 神明里 我需要祢 神明里 我需要祢 神明里 爱坐在我的身上 带我面对前面的难处 带我面对我目前的光景 弟兄来唱 好不好 姐妹们开口来祷告 欢迎圣灵 今天晚上要触摸你 神明里 就提醒我 姐妹们把自己藏在神的铜在里 那是祢最需要的地方 神明里 就提醒我 以祢的爱来冲淡我 神明里 我需要祢 神明里 于你 天生逆离开 爱来冲满我 可是天明离离 姐妹们来唱 弟兄们开口来祷告 欢迎圣灵更多的造访我们 降临在我们当中 圣灵圣灵 天生逆离 兄弟舍往 你离开 圣灵来挫抹我们 挫抹我们 安守在我们的身上 付出的命 所有的邪灵 所有不逃离喜悦的意念 所有离开 天生逆离 老人歌 来 我们高举双手 共生地里 这地生活 这生地里 这地生活 以祢答案来说 满国 我 想天你的意义 我 想地里 这地生活 这生地里 这地生活 祢答案来说 满国 想天你的意义 同神开口祷告 欢迎圣灵 更多的造访复兴祂 为教会来祷告 呼求祂造访我们 祢答案来说 欢迎圣灵 充满在这个店里 充满在他的百姓中 圣灵 我们欢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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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elen 羊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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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